欢迎仪式后,习近平主席同卡斯特罗总统举行会谈。 习近平指出,卡斯特罗总统是首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洪都拉斯总统,你的访问开启了中洪关系新的历史篇章。 今年3月,中国同洪都拉斯建立外交关系以来,两国关系快速起步,开局良好,呈现出蓬勃活力和广阔前景。 中洪建交,功在当今,力在长远。 中方将坚定不移发展中洪友好关系,坚定支持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发展,愿同洪都拉斯做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利,共同发展的好朋友、好伙伴。 我愿同你一道,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引领和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,把两国合作的美好愿景变为实实在在的成果,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。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,中洪关系一定会行稳致远,驶向光明未来。 习近平强调,双方要把牢正确方向,深化政治互信。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洪建交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首要前提和政治基础。 相信洪方将不折不扣落到实处。 中方坚定支持洪方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,促进发展,改善民生所做努力。 支持洪方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,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洪都拉斯内政。 愿同洪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,分享消除贫困、社会治理、惩治腐败等经验, 鼓励政府、立法机构、政党、地方、全方位开展交流合作。 双方要加强战略对接,搭建两国合作机制的四梁八柱,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统领,促进共同发展。 中方将积极推动洪方特色产品早日进入中国市场。 愿同洪方尽早开启商谈自由贸易协定进程。 双方要促进人文交流,夯实、中洪友好、民意基础。 中方愿同洪方加强多边协作,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, 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,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。 中方愿同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道, 推动中国拉共体论坛建设和中拉整体合作。 卡斯特罗表示,同中国建交,是洪都拉斯政府做出的历史性抉择,必将载入史册。 洪方坚定支持并遵守一个中国原则,坚定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努力。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有力领导下,中国取得了伟大发展成就,洪方深感钦佩。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、全球安全倡议、全球文明倡议, 有助于建设一个符合世界人民共同期盼的更加和平安全的世界。 洪方高度评价并将积极参与。 洪方坚信,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,将有助于洪方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。 两国建交两个多月来合作的快速进展,使洪方对未来充满信心。 洪方期待同中方加强贸易、投资、基础设施、电信、能源、科技等领域合作,密切人文交流。 洪方愿积极推动拉共体同中国关系发展。 相信洪中有益必将经历时间的考验,不断收获新的成就。 会谈后,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共建一带一路、质检、经贸、农业、科技、文教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。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联合声明。 当晚,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卡斯特罗举行欢迎宴会,王毅、秦刚等参加上述活动。 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6月12号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,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。 洪都拉斯wny明明 红某 Laser